远远离开斯拉夫扬卡后,看到公路变成了双向三车道,中间还有隔离顿,路边的广告牌也多了起来。 我知道,这是到了海参崴。 海参崴是许多中国人都知道的一个城市,它在1860年之前都属于中国,在1860年中俄北京条约之后被割让给了俄罗斯。 如今,在俄罗斯治下已有163年。 踏上海参崴的土地,这里已经完全没有了中国的痕迹,这座城市里到处是我们看不懂的俄文和高碧舍幕的斯拉夫人。 俄罗斯从清朝手中取得海参崴,供奉为三部。 第一部,请看信连接清政府和沙尔签订的离部处条约中明确定名,海参崴所在地区属于清朝。 这一部算是先确权。 第二部,清朝中后期,国事日帅1858年清政府和沙尔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爱慧条约,规定,包括海参崴的乌宋里战移动地区为中俄共管。 这一部算是占了一半的权益。 第三部,1860年,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 清政府割让了乌宋里战移动包括枯叶岛在内的约4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中包括海参崴,这一部算是完全占领。 还被俄罗斯帝国改名为弗拉迪沃斯托克,俄文意思是统治东方。 1920年代,事情曾经出现过转机,列宁承诺,归还中国领土。 列宁始终认为,沙皇政府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是非法而无效的。 这种主张,我们可从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中找出原话。 宣言中还明确写道,苏维埃政府决定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与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中国领土交还给中国人民。 1920年9月27日,苏俄加拉罕第二次规划宣言第一条再次强调,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正式宣布, 一切俄国历届政府从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经历的一切俄国租界, 并将沙尔政府和俄国资本家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联邦在自己的著作中也做了一针见血的职责。 沙皇政府在对待邻邦中国时,总是力图不付出战争费用,不冒战争风险而获得成功, 他们总是趁中国局势混乱时疯狂讹诈中国领土,这是帝国主义最丑陋的行径。 遗憾的是,联邦因遗传病的缘故,参促间撒手人寰。 联邦遗失后,托洛茨基和斯坦林围绕,最高统帅权争的头破血流。 此时的中国又开始了新的内战,军阀之间为了各自的地盘打得不可开交,根本无暇顾及中苏的领土问题。 在后来,斯坦林地位巩固后,直接推翻了加拉汉宣言等文件。 斯坦林对此的解释是,当时的法文文本翻译错了。 而后,1937年,加拉汉在大清体中被逮捕处死,归还中国备占领土的承诺便不了了之。 那么现在的海参外,城市发展的水平如何?我们下期再说。